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张哲瀚出生在江西一个普通的家庭 成名之路并不顺利 为了帮他实现演员的梦想 家里甚至卖了一套房 母亲跑到深圳打工 就为了支撑他每月昂贵的补习费 学习过程中却被老师告知不适合做演员 因为儿子说不明白 妈妈听了大受打击 好在张哲瀚并没有气馁 还是和往常一样气虚备考 轻装上阵 最终以全国第四名的成绩 顺利考入上戏 后来妈妈为了让他能够尽足拍戏 拿出了十几万的唏嘱 为儿子买来了一个角色 但最终却发现被骗了 这件事之后也让张哲瀚变得更加努力 精进台词功底打磨演技 直到2010年出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作品 《怎么会爱上你》 从而真正进入了演艺圈 这时候的他演技还稍显青涩 角色中还能看出平时逗趣的影子 一头金毛把他的颜值掩盖得彻彻底底 加上剧中都是新人 剧播出之后并没有什么水花 童年年底 他又去参加了综艺 加油好男儿 且获得了周冠军 但还是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机会 转眼到了2013年 才遇上了自己的第一任老板余正 这一签约就是六年之久 当时余正也给了他很多部男主的角色 但因为给他的定位大多是硬汉的标签 并没有挖掘出他潜藏的内力特质 以至于出演多部男主 也依旧处于查无此人的状态 直到18年出演芸汐传里高冷又足智多谋的 秦王龙飞夜一角 才终于在演艺圈收获了一席之地 但此时的他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在前一年 由于打篮球 致使他的半月板受伤 可杀还没好 就被传唤去补拍昭歌的几个镜头 以至于落下了终身的柄头 无法继续心爱的篮球 而且补拍的那部剧至今都未播出 眼看跟余正的合约也即将到期了 那个时候的张哲瀚压力最大的时候 眉眼之处尽是忧伤 正是这种郁郁寡欢 让赵薇一眼相中了他 他看懂了他眼神中的忧伤 也看到了他未来的可塑性 积极出手把他签约齐下 赵薇和余正最大的不同 就是给了张哲瀚一个定位和标签 认真地做演员 这一点与张哲瀚自诩的戏疯子不谋而合 随后赵薇就带着他参加演员竞技类综艺 演员请就位让更多人看到了他的光芒 他也很争气在节目中充分释放了自己的美丽 在导演和观众的高标准考核 以及众多优先演员的夹击之下 张哲瀚凭借扎实的台词功底 和精湛的演技杀出重围 最终获得最受观众认可演员总榜冠军 凭借节目中的出色表现 张哲瀚终于展露头角 受到了夜内的垂青 转夜间就遇到了山河令里的周子舒 就是这部剧将他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让他一夜爆火 他生动演绎出了周子舒的温柔且强大 豁达且隐忍 病弱且不屈 尤其一双寒情眼 落泪时就像一件艺术品 让人屏息满满的脆弱感 让人不舍的眨眼 还被拳网追着韩老婆 正如网友所说 十年硬汉无人知 一朝美人天下文 不是网络戏言 而是观众对周子舒人格魅力的喜爱 更是对张哲瀚细腻演技的肯定 而能把周子舒眼活 多多少少跟他这十年的经历有关 从青葱岁月走向岁月成电的儿立之年 从运动十项全能的阳光男孩 因戏导致腿伤恶化 无法再继续篮球梦想 从不能打篮球 到转头去练高尔夫 并且拿到了一杆尽动的真正书 可以看出 他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尽力了 且每一个阶段都活得无比精彩 跌跌荡荡 浮浮沉沉 在这许多许多年里 他一直坚定 坚决地做着自己 一点点地磨练自己的演技 耐心地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机遇 也正是这声风骨 这身经历 才塑造出了那个强大又眼里 溢满温柔的天窗之主 周子舒 通过张哲瀚 我们似乎也能看到 自己现实生活中的 求而不得和辗转反侧 而张哲瀚却敢于 也能够从困境中寻找解脱 完成人生的蛻变 最后希望我们也能成为 那个自己想要成为的自己